早库的目的是提醒自己 我今天一天不要把佛陀的教诲忘掉 常常提高警觉医教风险 这是你真做早库 所以我们曾经把古人编的扩颂本 古人编的是里面咒语太多 咒语现在不了解意思 那就说不到效果 所以我们重新 宣定经文 给我们敬宗同学 敬宗同学有个招募扩颂本 那个本子是我编的 早晨念的经文 是无量寿经的四十八院 早库的时候想想 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院 我有没有发 跟自己对照对照 希望把四十八院变成自己的本院 那我们的心念 跟阿弥陀佛就相同了 纨阔我们选的经文 是三十二到三十七篇 这一段经文讲什么呢 教我们持戒 反省 改过 自心 忏悔 用这个来做纹阔 纹阔真点 要反省 要减点 要改过 这个扩松 对我们才有利益 都是采取 无量手机 这方便法 专修的 早刻念无量手机 晚刻也不念无量手机 专修 那我们一般的 没有这么多时间 就揭露 无量手机 重要的经文 招募提醒自己 目的 无非是 消炎帐 远离烦恼吸气 我们学佛的功夫 才能够得利 那这个经文 你也是记不住 你要是不能理解 你怎么去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